您现在来收看的是 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 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8月19号 礼拜一 又是一个新的一周的开始 这个礼拜 有很多公司呢 要开这个法说会 那么第二呢 这个机器人跟自动化展呢 即将要在8月21号展开 所以呢 大家的这个 的焦点呢 可能会是在这些 所谓的设备上 那么甚至也在机器人上 可是今天从盘面上看起来呢 整体而言呢 我们发现呢 早上呢 你不会感觉 这个大盘会往上涨 但是呢 慢慢慢慢的呢 经过时间的推呢 推移呢 这个指数呢 是越涨越高 现在目前上涨了100点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操作的过程里面 现在担心的一个叫做量能 所谓量能就成交量 那么成交量呢 似乎呢 并没有放大很多呢 但是呢 当指数往上涨的 它肯定是 所谓的全值股的带动 问题是 指数涨 如果股票不涨也没用啊 说的也是 可是早上呢 如果 你看到早上 我们曾经跌了42点 在那过程里面 居然有股票去亮灯涨停 你会感觉 那干脆指数我们不要管好了 我们就管股票好了 那确实也是啊 如果是看机器人概念股的话 当然我等一下会给你看个资料 你看会吓一跳 为什么吓一跳 很多机器人的是这样 我们讲的今年 从第一季 炒到第二季 大家看这个获利面 其实很多公司 它的这个整个的业绩 它是开始转好了 但是呢 即便是转好 它的业绩跟 其他的概念股比起来还是差了蛮多的 但是这个话题是热潮 好了 那我们看看 今天盘面上的很多那种中小型的股票 蛮票悍的 我先如果说 大家如果看量能没有放出来呢 你会去观察这些所谓的中小型的股票 为什么这样讲呢 它筹码好像相对稳定啊 首先呢 我们就来看到那个G2西联盟的 均好 哇 我们在八十几集讲的均好 我们在周末版的产业先锋队 我找一下资料给大家看一下 我找一下 我们的那个产业先锋队的 周末版的产业先锋队 八十几集呢 八十几集 八十六集 讲到君豪跟智盛 对吧 八十六集 一个礼拜只有一集 礼拜六的产业先锋队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跳回去到君豪的这个身上去看 各位今天君豪攻上去的涨停 然后呢 它的涨停价位是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一意思就是 创高 股价创高 好了 那现在股价创高的过程里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股本不大 对吧 那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 G2C联盟里面也包括了君豪 也包括了智盛 当君豪股价创高了 我们现在就要来观察 今天智盛在干嘛 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早上智盛的开盘 那么开盘开了两百零三点五 今天涨停板是两百一十五 最高的时候来看 两百一十四点五 就差这么一档 它就要去亮灯 那没亮灯就是往下打 我们来看一下 距离前面的位置 大家来看一下 那一天才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目前很多股票 都在这边季限挑战 挑战完毕站上季限 然后要等待量能放大以后 开始突围往上攻击 那么有可能会去挑战前高 各位 挑战前高啊 有没有那么容易 挑战前高不容易 挑战前高第一 你要有获利层面的保护 也就是我们半年报发布以后 你的获利面去保护你 然后第二 你往前走 你必须要有业绩 业绩 那我们讲了台积电的这些设备股 这些台积电们 他们的业绩是不是都不错 如果我看今年的制胜 业绩确实不错 不过前方来了一个 235.5的高点放在这个地方 而且他又是先经过一个创高之后 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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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整理了两个礼拜 再创高之后呢 可是却严重的拉回 各位来想象一下空间好了 那我为什么讲 这些股票啊 他股稳都是在20亿以内 那你看 制胜的股本是15.6亿 所以你会有没有发现到 中小型的基欧股票 在现在大盘虽然感觉量能不足的情况之下 但是呢 他们却活蹦乱跳 好了 那么接着而来呢 我们就会发现 季线上来之后 到了月线的位置 他就开始跳上去了 跳上去以后呢 就是要来挑战这里 你觉得挑战得过 挑战不过 均好已经挑战过去了 那么好的 那我觉得有机会 好我先跟大家讲 真的有机会 从今天盘面上来看的话 机器人概念股 仍旧是相当的吃香 我要讲他会有点转 转换 位置有点转换 什么意思呢 你看有些位阶比较高的 好像在推动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推 但是呢 位阶比较低的 甚至还没有创高的股票 他真的是有机会 所以该怎么操作 把它留着吗 留到那个机器人展 自动化展的时候 那大家会问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叫做利多出境 好像有这个可能性 那我们就赶快来view一下 我们来赶快来检视一下 在检视之前呢 先请大家来看一下 分享一下 今天8月19号 早上9点18分 我刚刚有讲过 今天早上大盘 并不如人意 什么意思呢 感觉是应该要往上攻 但是呢 确实有点乏力 但没关系 这些中小型股 至少 他们还会亮灯 是 来恭喜一下 8月19 9点18 赫3652的金莲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这档股票 就是机器人概念 好 等一下再慢慢跟大家说 再来 8月19号 9点48分 赫4979 华星光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恭喜恭喜 矽光子 光通讯的股票 我先讲 这个有时候大家在看光通讯的股票 就是什么神经神经的 就是突然就发动 然后一下子 你如果今天早上有看盘 你看到这种类似这种股票 它的涨停板的位置 挂了一大堆的卖单 然后你会觉得 根本就没办法亮 然后供不上去了 就要碰到灯以后 它果然没有锁 然后打下来以后 后面 piu一下不见了 那些卖单全部不见了 反正锁起来 所以你会觉得 它是在反攻吗 等一下我们再看现行 好了 恭喜大家 那么好 那这样来 对 那我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刚是不是先讲机器人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机器人的部分 我让你吓一跳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请大家仔细看 台北自动化大展 8月21到8月24 这个是机器人概念 跟这个有关联性 所以我请大家来观察一下 有关于这些机器人们 机器人们跟台积电们 意思是一样 就一大群的机器人概念 这超多的 种类繁多 看你喜欢什么 有这个控制的 有感色的 有机构建的 还有什么驱动的 还有整机组装的 这一大堆股票 来注意看 好 我们到底要看什么呢 各位请你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上半年的获利 上半年的EPS 让你看一下 零华-0.77 刚刚有看到亮灯涨停的金链是0.59 新汉-0.07 这是我讲的EPS 那还有谁呢 我看一下下一页 来所罗门0.35 所罗门赚的比他还少 0.35 这边0.59 那你看 这边有关于台大电 市电大同还负的 隐汉-0.2 阳城-2.4 福育-0.21 广运-0.3 隆则科 今天很多人在看隆则科 0.12 均好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过 AMR 移动机器人 0.95 你也有看到很多负的 这一页看着可能更清楚了 这样子 看过来 值得0.63 罗申0.05 不是 那一定有人问说 队长 那既然这样子 获利这么差 他们怎么可以一直涨 一直涨 今天有亮灯的 维田 0.8 好 中光电1.09 大银为0.03 怎么看这一大堆 昆银是吧 0.33 蒙利是吧 0.13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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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有得做吗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概念是这样 这是一个趋势 就是我们过去在跟大家谈AI的趋势是一样的 这个趋势是要发展的 而且很多的公司正在发展 你现在所看到丢出来的机器人的概念 不管是特斯拉在进行 或黄仁勋告诉你未来的状况会是怎么样 黄仁勋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销售人员 他在讲那个未来的这个过程 那个梦会让你感觉身丽其境 不然他的AI怎么推动 但是你说这些都假的吗 不还真的在推动 那么在推动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思考一件事情 用AI的角度来看台湾的供应链的话 那么就回到那原本的最早的通用伺服器 通用伺服器 台湾是伺服器的重镇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从通用伺服器转到AI伺服器的这个过程里面 台湾的供应链必然 它会享受 它会因此而受惠 好 这是我们看到AI的过程是如此 再回来看到我们的工具机其实也非常强 所以如果你谈到类似像工具机 我们讲到机器人这些概念 所有的零组件甚至软体 其实我加一加开 包括工业电脑 我这样算一算 台湾还真的又可以把这个机器人概念给组起来 所以供应链这里面就有很多 于是乎 那么又来了 什么叫又来了 当我们的国家 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厂商 我们区分出来 你是属于 我刚刚有给大家看 来给大家看一下 控制端 这边有工业电脑程式控制器 感测的部分有视觉距离力学 机构件有线性滑轨 这个导罗杆 这个夹爪跟这个轴承 这边我们都有在做 四五马达 减速器 整机组装 各位 它看起来供应链很丰富 一点都没错 如果真的机器人概念 当然你会说 队长那日本不是也很强吗 对喔 日本也很强 但是我们的国家的发展 你也可以不要小看我们自己 但是呢 因为你会看到某一个点 什么叫点 他们获利都不怎么样 那凭什么可以长成这个样 好 来 考验来了 我先跟大家说 为什么这样讲考验来了 第一 我先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那个展览还没开始 对喔 我问这个展览之前 我们的股票 这些股票是不是都有在大涨 真的 那展览开始 会不会就拉回 哎呦 不要吓我 我是现在才买啊 是不是 我没有要吓你喔 就是意思就是说 当展览前 当话题性十足 当大盘成交量不足的时候 你 你去看大型的全职股 我举例 我们今天看台积电 台积电很温吞 今天大概就这样 本来还是跌的喔 本来在964 现在在973 我们再回来看鸿海 鸿海 188 各位 来 我们还在慢吞吞的 这些大型股 还在慢吞吞的 对吧 那成交量是不是说 对 成交量是说的 那代表法人在这个地方 他会去保守 是吧 我没有看到大量的进攻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这些赤金会跑到哪里去 他会跑到中小型的股票 跑去琢磨 我刚刚给大家看了 你看喔 你看今天的华星光 我刚刚形容一件事情 有些股票他开得很高 那其实很快就去工涨停了 但是华星光这档股票并没有 你看他开盘是开哪里 开在盘下 也是101 所以开在平盘下 居然开始挺进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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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好来 这边锁起来了 本来打开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亮灯打开以后 然后再锁 各位 来看他的位置 哎呀 不是他才开始反攻吗 各位你想像一个空间 我現在跟大家講這位階的重要性 第一 如果在成交量能不足的情況 大盤成交量能不足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會思考一個空間 不是話題性非常強的股票 大家很熱門在裡面短線進出也罷 隔日沖也罷 甚至去買這樣的股票等待那個展覽發酵 要不然就是找那位階比較低的 有發展性的 好 講到華星光 你一定會回歸到什麼 我們過去有跟大家報告過 叫做資料中心 Data Center 那麼好 光通訊來講的話 走資料中心 它是公資料中心這一塊 14億的股本 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剛才講的那些股票 通常都在20億的股本以內 今天表現都相當傑出 那如果你這樣子看的話 我們似乎就看到一件事情了 那麼大家來觀察 我今天講的就是 短線上從低檔開始起步的 緩步上來必須要成交 成交量要放 那你看這邊一個大量下來以後 它成交量開始縮 縮完以後開始補量 大家有看到這個量是這樣 我短線彈上來 量縮整理有沒有 再補量能時再繼續反攻 然後開始往上挑戰 對不對 挑戰哪裡 挑戰月線 月線挑戰完畢 那自然就要去攻 寄線 各位 如果生命線站在這邊 每次碰到那邊都有反壓 那合理和正常 我今天再給大家看一檔股票 它有那個反壓 給大家看 是不是都卡在這邊 還沒過 那你說成交量能放了沒有 記得嗎 如果你曾經看過我的盤中直播 我們在每個禮拜三 早上十點鐘的盤中直播 我就說 市場股票 它會碰到一個情況 什麼情況呢 放量 開始準備上工 它的量不是現在的量叫放量 現在量根本就不叫放量 我先提醒大家 來第一個 這一條線過來就剛好是季線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就在挑戰季線 它月線站上去以後 就是在挑戰季線 不斷的在挑戰 但量能還沒放 它碰到季線 季線有反壓 各位 放大你就看得很清楚 可是 你說這種股票 要不要很擔心 它要是不過壓回來的話 如果一直跌下去怎麼辦 是嗎 你會這麼想 我告訴你 別這麼想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每次在挑股票的時候 都會有個重點 這個重點就是回歸到 我們的基本面 我先告訴大家 基本面 如果你真的能夠了解 一檔股票的話 那你會碰到這樣的情況 剛才這樣的情況 你會 你會怎麼樣 不擔心 不怕 因為到季線反壓 合理的正常 好 那既然如此的話 當所有的台積電的供應鏈 你供我供上來上來 一下換誰 一下換誰 根本眼花撩亂 你要跟得上腳步 那不然你怎麼知道 君豪今天會創高 對吧 不知道啊 本來好像感覺弱下去了 突然又供上去了 好 來我給大家看 細光子股票我等一下再講 滑行光 之前我們跟大家講過了 所以呢 應該是來看喔 不管是我們看到400G的產品 或800G的交換器 這樣 800G的產品呢 今年 今年 應該在年底前會逐步進入量產 這是有關於它的機會 所以 看起來似乎呢 位階不高 它有機會在持續挑戰 這是有關於滑行光 至聖的部分我們大概跟大家說過了 簡單來講 我認為 至聖的今年 會比去年好很多 從 從半年報來看 上半年2塊4 所以看起來 第二季的毛利率38%也不錯 那 基本上剛才我們看過了 往上攻 要準備挑戰前高 這是我現在目前所看到至聖 它的態勢會是這樣 再來就要滑了 來來來 講到要滑這種低價位股票 我還是得說 第一個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重新讓大家溫習一下 第一個 它今年的獲利 今年的轉歸為盈 是不是來自這一塊 叫做低軌道衛星 低軌道衛星版 確實 我跟大家講確實 加上它本身是瓶蓋股 加上它本身在汽車版的經營 已經很久了 好了 那這個是重點 叫做Q2的毛利率 是20.91% Q1的毛利率是16% 各位這個毛利率攀升 來自於哪裡 低軌道衛星 差別差在哪裡 剛才我所講的強勢股票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的共通點 股本都在20億以內 看看要滑的股本66億 好 稍微比較大對吧 沒錯 所以它需要什麼 它要需要攻擊量 它才會往上挺進 不然它會在季線反壓這個地方 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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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什麼 差量突破 好了 那你去看一看 各位我問一件事情 第一季它賺0.41% 第二季賺0.84% 上半年賺1.25% 去年賠了0.51% 去年全年 我現在講到這 請問你有什麼感想沒有 你應該要有感想 我說真的 我跳快一點 我們到裡面去找股票好不好 我們去找那個 跟 藥華賺得差不多的 1.25% 是吧 1.25% 洪准1.21% 你不要講 值得0.63% 這個差太遠了 羅森0.05% 寬寅0.33% 蒙利0.13% 尹漢-0.23% 所羅門0.35% 凌華0-0.77% 中光電1.09% 好 辛漢-0.07% 你現在告訴我 維田0.8% 所以 所以我到底要怕什麼 好 等一下 所以好像 三十幾塊 然後 不會過嗎 來各位 這就是機會 好 再講一次 你要是覺得 我剛剛比那個時候 你不同類型 不可以這樣比 不同類型 不可以這樣比 那我比個大概給你看 也就是一家公司 轉虧為贏的 股價在30 35塊這個地方 毛利率也提升了 走近下半年 可能會越來越好 滴軌到衛星 從地面發 已經走進天空了 在這樣的一個 一些故事情況之下 好 他量能還沒有發 發出來 量能 攻擊量還沒有發起 所以在這個情況 持有者 不用擔心 你說我沒有持有 那你要特別注意 我再跟你講 沒有持有的 等他攻擊量 他量放大 你看到大單在開始跑的時候 請你記得 你要跟得上腳步 好 這是我現在的看法 不要說我們的大盤現在 現在沒有量 但是往上攻了 我們該怎麼辦 有的時候股票 一攻上去 鎖起來了 根本也不用買了 說的也是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是看到很多股票 你看 我過去有形容過一件事情 如果我給你看 你還記得的話 應該是還記得這檔股票 叫做成名店 請問大家 如果你真的有 仔細的在看節目 你知道當時 我們在講成名店的時候 他才多少錢嗎 他才多少錢 我告訴你不是這一段 還是更前面 還在更前面 好所以呢 我們很早就講這個基本面 當他來到136塊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訝異 後來打到這邊 打到這邊 82塊4 你會更驚訝 攻得高 你也覺得 哇太誇張了 殺下來 你也覺得太誇張了 對吧 然後等他公告了 他的獲利以後 你也覺得 哇怎麼會這樣 公告他的營收以後 你也覺得 哇怎麼會這樣 因為他營收連續 兩個月創歷史新高 所以當他在沒有發動的時候 我們就跟你講了基本面 所以這個基本面 必須要去 深深的放在你腦袋裡面 記得這檔股票 他大概是做什麼 然後他未來什麼契機 未來什麼潛力 當你看到成績單 丟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股票 還沒丟之前 先爆發一次 然後又給你一次機會 跌下來以後 你有沒有發現 真是好機會 因為之前不敢買 是因為太高了 買的太高的人 就變成卡在這個地方 對吧 結果打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 他步步高 一直上去 再看一次 是不是 形態又是什麼 15.8億的中小型的基歐股票 如果從現在看起來的成名店 就像我們過去所講的 他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但重點是短線漲幅變大 變大他會變成注意股 所以這個就是 這會不會再繼續再漲 然後變成要去關緊閉 這個是要持續在觀察的 所以各位 今天來到這個捷股眼 我講了8月份 你可能會期望說 有些公司開這個法說會的內容 會相當不錯 但是我們現在重點是 即便我們的大盤漲到這 你去看一下 我們漲到這 請問我們到這怎麼樣呢 我們的大盤到這裡 看一下 放大 大家有沒有發現 最可怕的時間已經度過了 這是我講的8月6號 8月6號的故事 大家都還記得吧 很多股票8月6號都拉了一個下引線在這邊 我們記得8月6號這一天 我們在談股市的加權指數呢 跌到了短線的低點的位置 我們也確認它是低點 你要再回測這個位置不太容易 好這低一點 大家來注意看喔 然後呢到低點的時候出現大量 有沒有看到大量 這個量很大 6000多億 前一天也是6000多億 從此不見6000多億 殺到低檔出現大量以後 開始緩步的談升 談到哪兒 現在到季線了 我們從月線挑戰到了季線 到了季線有沒有壓力 還是有的 但成交量有沒有放大 沒有的 那我們要挑戰過去應該是怎麼樣 能夠站上去應該理論上 這個量能要再逐步的放大 不是嗎 對的 不然那些解套壓怎麼辦 好事啊 說的好啊 所以從這一段時間 我們大盤的下修 到現在回到季線的位置 如果站穩季線的話 代表有很多的股票 已經準備要解套了 為什麼大家現在心情不定啊 的原因是在於 有些人還在等解套 沒有錯 有些人已解套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已解套以後 你的資金就會再出來了 好各位 你就想想看這個關聯性 那麼好 那我們今年所配發的股息 再丟出來又是一筆活水 通常股息是這樣 配給你以後 你會拿怎麼拿來用呢 大多數又是投入了股市 好不好 那大概就是這個情況 所以呢 不擔心後續 現在有人會問 FED的這個所謂的降息 它有沒有可能降到兩碼 甚至有人在猜會三碼 你真的想太多了 那能降三碼嗎 來 先講 降息的可能性 機率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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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所以各位 後面我沒有看到什麼特別不好的消息 所以理論上叫回歸到股票的本質 如果擁有良好的基本面 位階又不高 那麼在未來的情況 它有機會得到市場資金的青睞 量能就會放 舉例啦 我在舉例給你聽啊 我們曾經講過的股票 我還是重新再舉例給你聽 你看喔 你不要覺得它在這邊混喔 各位請看啊 來 各位看藍天 那你藍天的這一條季線過來以後呢 他現在在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成交量沒有放 對喔 是不是這樣子 你說要挑戰這邊很難嗎 一點都不難 然後過了以後 挑戰這邊很難嗎 一點也都不難 這就是我的看法 難難在什麼地方 還是回到耀華身上 嗯 股本63億 看到沒 越是輕薄短小 越好攻擊 是不是 那也沒關係 因為籌碼經過整理整理整理 未來的放量 砰一下就過去了 你必須要有信心 你說 隊長我現在還在等解套 我是不是真的有機會 不要擔心 好我再講 不要擔心 只要股票呢 它在上半年報相當不錯 它會還給你公道 這是一個 我必須要很 很負責的跟你講 為什麼 我們在講股票 從基本面開始著手以後 你會比較無所畏懼 因為你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籌碼做了改變 或許營收改變了 可是營收上上下下 它是有可能 我現在不好 我未來好的 對吧 好了 那 今天有這個漲停板 是中小型股 今天經連漲停 機器人概念 今天華新光漲停 光通訊概念 各位 我覺得是這樣 你如果想逆轉勝 就要強勢基本面 同意嗎 如果你同意的話 第三季我挺理 這個概念 我要告訴大家 第三季你不要擔心 不要擔心什麼呢 因為我會挺你 什麼意思 請你留言 勝加上聯絡電話 第四季只要公本費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案 我推薦給大家 像我們最近進來的朋友 你知道什麼叫逆轉勝的定義 當你看到你的股票亮燈的時候 你就會有感覺 歡迎大家 等一下在我們的line裡面 去留 勝加上聯絡電話 強勢基本面 帶你逆轉勝 而且我講一個重點 現在大盤成交量 並沒有放大 但是在個股的身上 有在放量 通常都會是中小型股 請你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感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